毛子打击电信诈骗也太狠了 为了不让市民被骗 警长拿起狼头就是往电视跑 近日 镇子上频发电信诈骗 警长为了保护市民落入圈套 亲自带领特种部队登门解决问题 见到电视还在放的 他们就 只要市民乖乖配合 他们就会好好服务 把你家的电视全搬出去 居民对于警长的作法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定 而见有人敲半天门不回应 毛子就只能采取客户手段 部队一进屋 爱马咋的是镇上的忠孝呢 只见警长走上来 忠孝两眼直冒泪花 差点都没忍住哭出声门 毕竟好好在家看电视 忽然被炸门冲进一窝部队 这要不是毛子 还真没几个顶得住 电视清理行动继续 整个腿的电视都给搬上货车 再在荒郊也领集体道谢 只见电视从坡上花花滚下 警长都不由佩服自己 看着警长这个做法 我只能说下一个受害者 喂 战斗民族卫防诈骗也推猛了 管你3721直接就一发小可爱伺候 由于最近电信诈骗停发 小镇警长刚为市民打了预防针 现在就跑来找诈骗源头的麻烦 只见骗主待在一间铁皮屋 准备对眼前的毛子进行诈骗 警长气不打一处来 拿起电脑就是杂了 这还没完 警长又让手下清空铁皮屋 就叫来拖车吊上 送到了荒郊野里 哪只警长拿着一管小可爱 就潇洒开炮 但不得不说 警长这无缘无故炸铁皮屋 怕不是上班无聊了 想玩玩小可爱了吧 不过没一会儿 接放邻居又投来了报案 由于家外的垃圾堆积成山 居民每天都要忍着剧烈的酸臭卫生 而且因为没人亲密 他们想把垃圾丢进桶里 都要高举手臂来得三分投篮 此时忠孝过来想扔垃圾 居民一看他就知道是个惯犯 便连忙围上去 让他把垃圾的问题给解决了 哪只一辆推土车迎面驶来 将垃圾带着统一起铲飞 原来是警长来了 他认真听取居民的诉求后 便让大伙将垃圾腿抬上车 统一被货车运走 这样一来 就不会出现垃圾堆积成山无人清理的问题 而留在地上的垃圾 警长更是下令让忠孝自个儿手动全清了 居民一听这个做法 纷纷对其进行握手拥抱以表致谢 这么好的一个警长 就问哪里能找一个呢 但麻烦还没解决 又有新的报案来了 在俄罗斯私藏稀有蔬菜也太惨了 最近毛子破获了一场私藏蔬菜案 只见部队控制住几个送货司机 在他们后车厢找出了整整一箱的稀有蔬菜 而这都是犯人们通过勒夫 从市民手中抢来的 此时警长驾到 他一番温柔逼供 把幕后黑手倒向了中校的上校 但不管怎么逼问 对方都直呼不关自己事 自己啥都不知道 为此警长带领小弟来到上校家里 从他的抽屉里翻出来几大塔钞票 警长不信 只见他打开背后的柜子 上校无言以对 甚至在他家里头都掉晒的金浴缸 金洗手盆 以及看上去满满塑料感的金餐具 这就算了 就连你压马桶都是金的 这么破破烂烂的小屋子 摆上这些金东西 属实是有点拉低品味了呀 等到上校被抓换 警方就将他的乡金家具抬出屋外 叫来邻居挨个分配 真正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邻居欣喜万分 有这么一个好警长 简直是太幸福了 近日 俄罗斯一小区 自来水却变成黄稠稠的污水 就连用来过滤水的滤芯 也被污水搞到包疆 为此居民请来警长帮忙想法 而警长果然是警长 立马就有了主要 聪明啊 只要把总水闸关了 那不就没有污水了吗 但仅仅是关掉水闸 污水的根源还没解决 为此警长来到自来水库 发现当地的水域都被微生物侵蚀的肮脏不已 于是他买来两箱的杂牌清洁剂 往水域里头一个劲的死了 但警长觉得这点量还是不够 便买来一桶黄色标志的化学清洁剂 打算全到净水里来个魔法解决 看着水面直冒烟雾 可真不愧是老毛子了 然而正是这番操作 也导致了整片水域遭到严重污染 死于死下全都倒在海滩上 人都不敢下去冲浪了 随即生化人员前来调查现场 和指标直接报表 只见警长驾到 决定好好处理自己落下的麻烦 他搞来了一卡车的化学桶 打算来一手以毒攻堵 结果手下一手 把一个桶给打翻了 接着警长根据无人机勘察 发现了刚刚的冲浪人 在听说了对方的症状后 警长更是硬核地表示 随即小弟们打开生化桶 把清洁剂往冲浪人脚下洒 自此之后 污染的水源得到了合理解决 妙还是警长妙啊 战斗民族拆炸弹有多硬核 今早 警方接到爆料 称公交站台有个不明包裹 怀疑里面藏有炸药 随即警方迅速封锁站台 把全村最硬核的警长叫了过来 只见警长接过小可爱 扎好码不准备进行拆弹 等群众远离了 他就一发过去 好吧 第一发炸到了广告牌 咱也不能说他没炸中吧 接着警长再次装好弹 瞄准目标再来一发 可浓烟滚滚 站台都BBQ了 地上的包裹却还完好无所 随后警长一高人胆大 决定亲自上前徒手拆弹 哪知打开包裹一看 笔头装着的全是胡萝卜 好家伙 我人都晕了 事后警长调查监控录像 发现丢包的人正是中校 他在等到车后 就把罗布望在站台上了车 随即警方抓来中校 就这样 警长再次为群众做出贡献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可还是静止地保护了大火 不过别看这又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但警长接下来的操作 简直让人大感震惊 俄罗斯训练足球有多硬核 由于近期在世界杯上频繁失利 硬核警长便叫来一批小弟 决定训练他们成为优秀的足球员 只见他手持大局 站在升降台上盗起教练 剑处着拐杖的守门员没拦住球 警长就换好弹匣做起瞭准 哪知中校在那发呆 他就一梭子过去 随即中校立马认真起来 虽然射门技术有点堪忧 但玩假摔这套 倒实学得挺像样的 你瞧瞧他扶着膝盖的样子 是不是似曾相识 哪知警长又是几发过去 赶忙让他站起来继续训练 而多亏这激将法 中校终于成功射门 小弟们集体欢呼 比赛还没结束呢 几个人就把好桌子喝了起来 结果看着他们这副样子 警长又装起了弹匣 此时对面就要射门 哪知守门员两拐杖就给挡下 就算再来两次三次 他都通通给挡掉 而裁判也以他用手抓到球为由 给了张黄牌警告 眼见对面队伍就要罚球 警长为了保住自己人的分数 更是一枪把球给射爆了 但这还不够 见自己人怎么射都进不去球 他更是拔出手来 往对面球门丢 见人都给吓跑了 中校也有了良好的输出环境 只见他一个直线射门 这次的训练赛也以2比0拿下胜利 而这一切的幕后功产 都多亏于警长的用心教导 戏啊 我只能说太细了 保安为了上班打游戏 在村里遭了个武剧塔 但村民可不乐意了 纷纷拿起横幅就是一番抵制 因为他们觉得这玩意能要人命 出拐杖的大哥也说 自己每天脚都在痛 肯定是这东西影响的 而毛子不愧是战斗民主 有人拿起斧头就把电缆给砍弄了 这下保安中校可不乐意 你压得玩个游戏突然给我没网了 开着小警车就赶到了现场 面对村民的抗议 他啪啪两下拍掉横幅 见村民完全不听讲 直指他鼻头骂街 中校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然而这时 硬和警长来了 随机警长查看办公室录像 果然看到中校在那打起了坦克 为了替村民解决问题 警长立马就拿来电举 把信号塔给扬断了 中校都傻眼了 自己刚换的新车呀 村民集体欢呼 纷纷为警长点起了赞 接着警长又接到报案 城镇里的居民不愿意接种疫苗 随即他就立马出发 俄罗斯为了打疫苗 居然出动了特警部队 按住毛子就是一针过去 本来为了预防新冠 镇子上便扎起帐篷 想要号召民众前来打疫苗 但毛子仗着自己是战斗民族 近一个人都没来打 结果此话一出 而警长看不下去 他认为现在必须给所有人打上疫苗 于是他召集特种部队 带好医疗设备就走进居民家里 他们丝毫没有强迫对方 就拿起手指粗的针管 手法温柔的就给其扎上了一针 接着特警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 懵逼的毛子对于此举更是表示大赞 警长听到消息 立马就走了上门 群众给知的服服帖帖 全都自愿接种起了疫苗 但有一户人家还在反抗 那正是还在办公室打游戏的中校 见他不服从命令 警长只好亲自出马 就这样 中校满脸写着开心 成功接种了疫苗 而除了登门拜访还不够 部队又跑到大街上 温柔招待每个市民走进帐篷 帮他们都打上疫苗 为了俄罗斯抗议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妙啊 太妙了 俄罗斯人都是怎么过冬天了 为了给在站台等车的民众公文 并和警长特意送来一个小伙子 纯天然不耗电 只需加柴烧火 就能为寒冷的你提供温暖 等饿了 还能摆上锅 煮个大盆菜都不在话下 警长还提议 让民众出门时自带木柴 以来达到自贡自己 实在不行 还能把旧家具拆下 完美实现重复利用 对于自己这个做法 警长更是大为满意 除此之外 民众还反映了公厕太少的问题 为此警长定制了个木制移动厕 直接就摆在大街上 只是看着内部构造 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但即便如此 警长对此还是十分满意 二话不说就给民众开放使用 哪知这女人刚带个娃进坑里 里头还在如厕的大爷就给吓得跑了出来 与此同时 又有民众发起了反应 于是警长想出办法 那就是在公共水管旁摆上木柴 只要一烧火 就解决了出冰水的问题 要是怕温度不够 还能撒上福特夹 让火势烧得更猛烈 以来实现手动调节温度 但这样烧还是不带劲 于是他又让人拿着喷火器上场 妈妈再也不怕我冬天洗不到热水澡 真不愧是毛子 太猛了 俄罗斯的冬天也太硬核了 近期 由于极端的暴雪来袭 导致年旧未修的房屋 出现墙体脱落的问题 每隔几天 镇子就会举办吃息 因此为了保证居民安全 让他们吃息时不再去接下一场 硬核警长指派了两个工人 让他们把房屋上的墙体给扔掉换星 工人立马干劲失足 他们先是撬开墙块 接着看楼下没人确保安全后 便将墙块扔了下去 哪知这时还在擦车的中校 还好老寒腿跑得快 不然差点就把命给搭上了 哪知工人反手又一人 完美命中旁边的小轿车 好家伙 人家是人算不如天算 你这是天算不如人算 咋的 砸个车还内卷起来了吗 一下干翻两辆车 警长直接下令让他们去南极报道 而也正因极端的暴雪天气 有人错把冰湖当成路面 一车子就对近了水里 而有人也十分胆大 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公然凿开冰洞 在湖里非法吊起来 警长看他们吊了整整一桶 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二话不说就他们吊的鱼装自己带子里 接着警长留下两人 让他们在兵面好好待上 24小时以表承见 如此正直的警长 这都不值得你点个赞吧 俄罗斯打击非法捕鱼有多硬核 近日有人在秀鱼期进行非法捕捞 导致鱼群遭大面积捞 就连警长最爱的三文鱼 都被他们全部捕捉 于是为了打击非法捕鱼 警长特地带上几个小弟出海巡逻 他们捧着望远镜 航行没多久 就撞见了两个划着橡皮艇 在那钓鱼的毛子 只见警长和蔼可亲地上去慰问 显然这两人就是在非法捕捕 警长看着他们身旁的鱼桶 咽着口水就让他们先把铜给端上来 等拿到桶后倒出来一块拿 好家伙 一只两只的 这可是重罪啊 随即为了惩罚两人 警长用绳索 把他们的橡皮艇绑在快艇上 让他们提议了一把海上飞鱼的滋味 哪知速度过猛 橡皮艇直接就翻了个跟头 两人也随之沉入了海中 可警长看这两人居然给俺们犯罪潜逃 气得就让小弟赶紧发布悬赏 速度将这两人给逮回来 接着警长便坐着小游艇 继续出发去办案了 只见他带领小弟冲进一栋建筑工地 里头的工人们 一个个的都是非法移民 现在全都跑来当工人了 接着警长又看向旁边的墙纸 只见他走上前 因此为了处罚几人 警长决定将他们送去南极 只要和北极熊打架打赢了 就允许入境 属实妙哉 战斗民族打击不良建筑商有多硬核 近日有不良建筑商正在拆除一栋废弃建筑 准备建个大商场 可拆迁拆到一半 群众就纷纷表示抗议 他们说这是当地的历史遗迹 近百年来就没人敢动他 然而工人们可不过 毕竟上面发的话 他们也只能继续强拆 随即 硬和警长就收到举报 赶到了现场 有个老毛子拿出一张照片 说自己二十多年前就在这里出生了 拆不得拆不得 接着警长走进建筑 里头还有两个流浪汉哥那睡觉 群众的抗议愈演愈烈 不仅和工人动起了手 还坐进他们的日产车一番折腾 此时警长赶到 替民众出谋划策 只见双方扭打一团 警长更是坐上挖掘机 开到了工人的日产车面前 麻烦就此解决 工人只好心甘情愿 将拆掉的建筑进行手动复约 工人一想到警长的小可爱 赶紧就继续复原了起来 而群众也再次胆激 要是没了警长 这小日子一天天的可要怎么过下去呢 俄罗斯打击毒贩有多硬核 近日 由于镇子上的非法交易愈发频繁 卖家会将商品放在特定地里 前到账后 再由买家进行取走 于是警长在线人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个个藏货地点 只见他让小弟在街边的冰箱里放入手 随后等待卖家去藏货时 他们一看里头的手 就给吓得撒腿就跑 接着小弟们继续行动 只见他们在垃圾桶里藏好手 等到买家过去开盖一看时 坏了 中大奖了 但这还没完 警长没多久就找到了卖家的住址 他趁没人在家 就率领小弟登门拜访 随后小弟就在屋里安好C4 警长就在车里看着监控 等到卖家回到家后 卖家给炸的耳窝嗡嗡跑出 这下可终于被警方逮住 然而警长又接到报案 称有人在小黑屋里非法收集私人资料 随后他便率领小弟 一锤一脚地冲进屋里 立马就控制住了犯罪团 在他们的墙上 都贴满了居民的私人信息 只见警长带着小弟一番打砸 又是把电视摔出窗外 又是将所有电子设备砸得稀巴烂 他们又将设备摆在一起撒上伏特夹 警长直接就一把火丢去 又是美好和平的一天 但没多久又有送人头的了 战斗民族抓小偷有多硬核 最近有俩电器小偷频繁作案 他们每次行动 都会将一台大电器偷走 就算当着路人的面 都装作无视人一样直接抬上车 随后硬核警长掌握线索后 就率领小弟潜伏在作案地底 等到小偷再次将电器偷出来后 小偷都傻了 尼亚的刚偷出门 车就给我扬了 接着警长带领小弟来到两人窝底 好家伙 里头摆着几十台电器 袭击冰箱微波炉应有尽有 于是为了归还赃物 警长开来了一辆大铲车 电器被装得满满当当 全都给摆上大火车 就给送回去物归远主 大火都满脸懵逼 一脸不知性地看着这破烂真是自己的 反而还没开心多久 就有记者通过暗访 发现小镇超市卖了许多过期商品 于是警长亲自出场 决定将这些商品全都处理了 只见他先放上一块奶酪试试水 就让压路机直接启动 剑处理的有效果 警长又将过期快餐 城乡坏式薯片 富士山青苹果 插里有巧克力盘 全都堆在了一起 接着压路机再次起步 一个滚轮压过去 就问你看的爽货 近日 硬和小镇发来举报 撑几气没见的中校又搞事了 于是警长带领小弟冲进他的住所 从里头翻出了城乡的银银币 一捆一捆 估计都有好几亿了 只见警长走到面前 中校有嘴说不清 毕竟在昨天 就有市民爆料称 小摊上有人买卖西偶蘑菇 等警长去到采集山区进行取证 果然看到有一伙人正在采布 随后警方给采布人进行搜身后 竟发现他们居然采了 近20种不同款的西偶蘑菇 总价值都能带你体验 几时发小可爱 接着警长便将蘑菇全都装进袋子 绝对没有要偷偷带回家的意思 而现在面对着白口莫变的中校 他们又在地板掀出了几大箱的钞票 看来中校正满满 可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最后警长也留了情练 只是用手铐将中校烤在床上 就收走全部钞票 让其在家面避死过了 在俄罗斯开大巴有多硬核 近日有民众反馈 城镇里唯一的大巴就要报废开不动 希望警长能多点款搞辆新大巴耍耍 然而警长一心指向小可爱 不管好说胆说 非得要亲自上车试试水 还让民众坐上去体验体验 接着警长表示自己以前兼职过赛车手 打算大秀一把 这可把大火吓得咬紧牙关 屁都要策露 结果下一秒 然而警长身为战斗民族 没多久就叫来一辆吊车 几人一合力 就把大巴成功推正 接着警长再次坐上车再上大火 还跑到站台阶上了 不知事情严重性的中校 等到中校上车一看 但上了警长的车 哪有这么容易下去 中校都慌得赶紧擦去 泪花勉的被骂 哪只警长高兴过头 直接就一油门下去 看着这车彻底翻了个底朝天 躺在湖里 警长也不得不给大火换新车 但我很好奇 明明第一次翻车还有这么多人 为啥第二次翻车 出来的就这么点 算了算了 咱也不敢继续问了 近日 战斗民族打击了一家洗脚场所 城里头有不合规的非法服务 随即警方迅速出击 抓获了两名洗足女子 等警方进到里头 居然发现中校就坐在里面 接着警方对男人进行搜身 乃至他裤兜里头 居然戴着好几包手炮 这下可不就人脏病货了吗 随后 硬和警长也亲自出门 这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中校上一期刚被抓 这期又给靠手铐了 在带走两人前 警长还把那俩女子带了过来 最后 中校和男人被成功带领 警长也对女子做出承诺 之后会给其找个更好的老板 然而这边的麻烦刚解决 镇子边上的小山丘又出举报 建山上忽然起了滚滚营烟 消防队怀疑出了伤 便在警长的带领下赶了过去 结果一看 似乎人家在那摆烤架做烧烤 哪知下一秒 太静止了 这硬和警长也太静止了 在俄罗斯滥用执法是什么下场 最近身为城管大队长的中校 为了攒钱换新车 平时普普通通的开罚单已经不顶用了 于是他搬来一个进停牌 见谁的车停在路边 就直接搬到人家车旁边 称其为停要进行罚款 而有些没钱的车主 车子就只能被拖走 就这样 中校如此反复 见一个车停了就上去摆标时 挨个挨个的就要起罚款 就算有人质疑 他也仗着自己是城管大队长 压根就不带怕的 反手就把人家车给拖走 而警长在办公司看着这一次罪证 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掏出大斧头对着牌子就是一下过去 光是自己动手砍还不过瘾 他还叫人用电锯直接锯 叫你压的还敢给我乱执法 随后警长气势汹汹地往中校走去 只见警长拿出中校的进停牌 摆在对方车子前 接着就以他围停车子 直接就连人带车拖到了拖车上 就这样 警长再次为民除害 为小镇保障了和平且美好的一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剧情皆为节目效果 小朋友可千万不要模仿哦 并和警长也到此告一段落 之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总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者 杀路